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着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的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将有语言 就算是改变世纪 怎么会工赏了 调派自己的研究 你怎么会工资 我们打扮了 先水分 平时也是好 但以后你老了 又没有自己的孩子 谁来担心你 我是觉得如果生孩子 是为了以后老了 有人担心 这个想法有点不对 那你有没有替你妈早想 她也是想要有一个大小孩的 那我也是有自己的梦想的 难道我的梦想就不重要吗 我相信你曾经也是有个梦想的 这样子不会很自私吗 我觉得身为一个女人 到了某个阶段 还是需要做出一点牺牲的 我觉得这个不是 肯不肯牺牲的问题 这个是为自己的人生 做出最对的选择的问题 其实每一年 大家能够聚在一起 真不容易 他们讲吃火锅 吃的是亲情 合家团圆 但是每个人的吃法 喜欢吃的馅料都不一样 其实都无所谓 最重要的是 身边做的人是谁 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好 那我就希望我们大家 无论在哪里 都能够富足又安堪 我也在这里祝年轻人 学业进步步步高升 我也祝大家都拥有 属于自己的幸福 嗨 嗨 谢谢 谢谢大家